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觉得香港中乐团 因为我一直认为在全球华乐或者叫国乐中间 中乐团的水平是最高的 管理也是最好的 但是呢 由于我们现在古典音乐的整个环境 国乐的环境 整体上讲都不是特别好 这个是有各种原因 首先一个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 是当今这个世界都是一个非常浮躁的世界 大家都想通过最小的劳动 获得最大的成就 可是艺术这个东西是要靠一分耕耘 才能有一分收获 所以说它一定有一个周期 有一个成熟开花的一个过程 绝对不是一夜之间就能开花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面 更多的人没有这种耐心 没有这种专注去从事这个工作 甚至去欣赏这项艺术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面 我觉得我们的乐团 如果还是按照非常传统的经营方式 反正编节目 买票 这样做下去的话 很难和现在这个多元文化 多元媒体的这个世界去抗衡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面 很多乐团 都有这种创新的意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下面 我觉得香港中乐团 做了这一个指挥家的系列 我想它主要起到的 还是一个社会效应 让社会引起注意 然后同时它这里头 还有一定的乐趣在里头 也就是说四个不同的音乐家 每个人的音乐趣味 审美观点 价值观 排练方法都不一样 它一定会给一个同样的乐队 带来不同的感受 那么乐队有不同的感受 它出来的这个无论是从音乐感觉 音响效果 可能这四场都不一样 所以我想的话 对于我来说 我认为这次中乐团搞的这个指挥家系列 我觉得它最重要的意义 就在一个社会效应 还有一个审美乐趣 我觉得这个音乐会 有一个很大的特点 就是二胡大师王国彤老师 我觉得虽然我没跟他合作过 但是可以说是如雷贯耳 现在年轻的二胡高手多的是 什么全国比赛得奖啊 或者怎么样 技术都很非常好 但是国乐这样东西 它不是一个纯粹的技术的问题 它必须对国学要有很深的研究 所以我想的话 可能我们会从这些资深的老演奏家的身上 感受到一种真正的国乐的魅力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特点 第二个特点呢 我觉得这场音乐会有两个作品 我是非常感兴趣的 一个是王宁写的那个庆杰林 一个是浙江的作曲家 已故的作曲家 前兆喜老师 前兆喜老师跟我本身很熟 王宁也跟我非常熟 我很了解这两个作曲家 然后我认为 就是说我们的国乐的发展 其实跟我们的创作是紧密的结合在一起的 我认为传统的 也就是说三十四十年前的这些 写成的名乐队的这个作品 相对来说比较简单 改编的成分大于创作的成分 所谓创作就得要有审美观 要有思想性 要有意境 要有想象力 这两首曲子呢 我觉得是充满了智慧 充满了想象力 带有很大的创作的成分在里头 我觉得我对这两首曲子是非常感兴趣的 所以呢 其中的一首呢 就是前兆喜的作品是我推荐的 其他的是团里面给我推荐的 通过今天一天排练 我一下子就感觉到 这两个作品是非常精彩 长迪呢 这个小女孩吹的味道好 很有灵气 人也长得漂亮 然后呢 我觉得中乐团还有一个特点 也是一种创新 就是过去我们往往用管弦乐 来为明乐器独奏做伴奏 那么这有一个什么好处呢 就是它的音色它以为很大 很有一种新鲜感 那么现在中乐团呢 通常会用明乐队来办给西洋乐器伴奏 比如说马上接下去一套是李传韵啊 小提琴 然后有长笛 我觉得这是一种很有意思的一种尝试 但是我们经常讲一个乐团的生命力是创新 创新体现在各个方面 即体现在这个节目的编排 甚至体现在如何改变 怎么结合在管理上面的创新 机制上面的创新 我觉得是各方面 所以说这我想就是中乐团的一个特点 正是因为它不断的创新 所以香港中乐团始终保持着一种强盛的生命力在里头